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两个要跟大家讨论一些感情问题 对 因为经常有一些私信的人 问我们一些感情问题好像我们很懂一种感情感的 其实我们俩不是特别的 就跟大家一起讨论吧 对 大家可以在评论下一起跟我们讨论 对 我们就整合了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 对比较常见的六个问题 第一个真的我感觉占到我发私信的一半 一半就怎么找到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然后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我们俩就针对大学以上的 大学已经工作的人讨论一下 其实大学比工作以后好早就这样太多了 对 因为大学你就是要接触一些人 就其他的部分 大学的首先大学时间多 对啊 时间多 而且你看一些选修课 你就是要跟不认识的人一起上 对 然后社团 活动 包括那些大学不认识取票的比赛 对 还有各种认识人的机会 对 认识不同 认识途径都很多 都很多 你一旦认识人多了就遇到 心疑的人 真爱的人 概率就比较大 对 概率在工作之后 也是要看工作性质 就像有的工作可能就 不需要出去走动 就坐在办公室里 而且可能又比较忙 就概率会比较小 对 其实也还好 你朋友的朋友 同事的朋友 包括 这些 对 这些 都是认识人的同性 出去玩的时候 然后肯定 就会认识新的人 还是要社交 反正说 归根到底还是要社交 不要自己宅在家里 对 不能宅在家里 也不能整天宅在家里 或宅在寝室 你就想着去认识 就能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还是比较难吧 对不对 还是要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子 其实也是特别内向的性格 也不是特别 还是适当的改变一下 特别像工作之后 你需要交流沟通的地方更多了 对 它内向的话 对工作也没有什么帮助 对 还是要适当的改变一下 然后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子 大概就是 归根结底就是这样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异地恋怎么办 异地恋 异 异地恋这个话题 好常见 对 对 刚开始在一起 然后后面有各种原因 就分开了 也有直接就是 网面分线 对 所以也是异地恋 异地恋 保持联系最起码的 对 因为见不到 因为见不到面 最起码 电话跟微信要常沟通 本来都见不到面 再不常沟通 那都不算谈恋爱 对 对 然后你自己 就比如你自己遇到的一些 稀罕事 新鲜的事 或者是其他的事 你就可以打电话跟他说 及时分享给对方 对 分享给他 知道你今天遇到什么事 对 还是要了解彼此的生活 要不然就 本来就见不到面 就感觉自己都不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让他进入你的生活 让你进入他的生活 然后这样也更有安全感 然后我觉得一定要 规定的时间见面 就那种一定要规定出来 一个月见一次两次 或者什么时间一定要见一次 其实这个也有点在实际 就是如果在国外的话 他一年可能才会来一次 那就要说好 那就一年一次嘛 那也没办法 那对不对 那你那如果那好多留学生 能过年可能即便太贵了 或者客战人又不回来了 最重要的还是保持联系 给对方安全感 然后让对方有安全感 然后一定要长远的规划 这是最主要的 对吧 那如果你说你两个人离得很远 一个在上海 一个在北京 你们两个也没有以后的规划 就那就这个这个谈的就没有意义 对啊 你们肯定最后如果想想想 以后还在一起的话 肯定要后面肯定不管是他过来 还是你过去 或者你们两个找一个图一个地方 对啊 总是要以后要做打算 对啊 肯定不可能他们一直异地下去吧 对吧 肯定要做一个长久的打算 是以后一起为了这个目标上努力 你们这样的锅子才有 两个人才有希望 不然没有 没有会发起一点希望都没有 好远 下一个问题 过着热燃鸡吵架了吧 对 热燃鸡过着热燃鸡吵架是 必然的事情 肯定的 对 因为畢竟是不同的两个个体 对啊 每个人的性格啊 习惯啊 就想法啊 这肯定不是完全相同的 有矛盾有摩擦 难免 对不对 然后就是吵架其实还好了 吵架不可怕 对 因为吵架是一个 这也是增加了对方了解 依此更加深了解的一个过程 就看要怎么解决 对 其实吵架之后 然后等双方冷静下来 心平气和的去谈这件事情 对 说开了就好了 把事情说明白就好了 解决了嘛 然后学会换位思考面 对 即可不欲不失于人 对 他站在你的脚步上想 对 有时候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对 而且现在对 而且吵架的时候 就千万不要冷淡 吵架了 就放低一点身段 毕竟两个人在谈恋爱 也没什么不好意思 对 今天你给他一个台阶 明天他给你一个台阶 然后这样子 才能不断的走下去 不然光一个人 光靠一个人去一直低头 这个感情也是有问题 对 对 然后就要放下身段也不要太久 也不要经常吵架 因为一些就是可有可无的小事 不要太矫情嘛 就是要谈恋爱 矫情可能刚一两次还好 矫情多了就那儿挺难受 对 对不对 就不要太久 不要太矫情不要太多 其实热恋期的时候 你就没有真正了解到 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吧 过了完了热恋期 就到了吵架的这个阶段 我觉得才是能就是更好的看清楚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如果真的就非常非常容易 实际上就我要在一块了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 你本来谈恋爱就是一个相互磨合的一个过程 你两个人要走下去肯定要不断的磨合 如果在不涉及到三观 不涉及到底线的问题上 其实没必要去考虑分手 那你不 那你这么说就任何两个人都可以通过磨合都可以在一块了 没有啊 要有感情了 就你喜欢他他喜欢你 然后你就我为你改变一点 然后你为我改变一点 然后两个人不断的磨合嘛 就算有冲突 然后今天他往你这边走两步 然后明天再有问题 他他再往你这边走 那不是那有好多问题 就不涉及到 就没有什么对错的一些生活习惯呢 或者是幸福的方便 如果他足够爱你的话 他如果他足够爱你的话 他会为了你去改变啊 但是精神一改本性 那你想想一个人可能二十多年的一个性格 怎么可能是 他是想改 但是怎么可能轻易的就改了 对不对 对 所以你要给对方时间嘛 如果你看我今天 我今天为了你去改变一些你不喜欢的我的习惯 然后明天我 你为了改变一些我不喜欢你的习惯 就是相互去改变 你改变是不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对啊 是非常长的一个过程 而这两个人可能就需要磨合的地方非常的多 那在没改变之前是不是还是要吵架啊 是不是还是会发生矛盾呢 这个过程可能两三年三四年 那就一直这么长下去吗 对啊 你喜欢他他喜欢你 他就不觉得这个改变是痛的 为什么不换一个呢 换一个更合适的不就好了吗 那如果光是不看喜欢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 不 我觉得如果矛盾真的那么多的话 那过程人连期也就没有那么喜欢了 像你那么说的话 他 我们俩什么什么都不合适 但我就是喜欢的 那也很奇怪啊 那就是很奇怪 知道那是极少数的 他什么什么我们俩都需要磨合 但我还是特别特别喜欢的 我就要为了他改变 那就 就是有这样的人 对啊但是很少 那吸引他的到底是什么呢 那 那到底是什么呢 那么多地方老婆到底是什么 对的吸引力那么大 那肯定有他喜欢的点 那可能就像你说 他可能就是长得帅 对啊他长得帅 就长得帅 我就喜欢长得帅了 或者他就长得特别好看 女生我就特别喜欢长得好看 但是其他什么都不好 那你觉得这样有必要在一块吗 那他如果喜欢你的话 他会为你去改啊 就那过程很长 那如果你喜欢他的话 咱们这样单方面的来说 就单方面的来说 就他长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帅 我就特别特别喜欢他 是吧 就一个女生就特别喜欢这一个帅哥 但是 就是这个帅哥也还算喜欢他 对 但是这帅哥除了长得帅 什么都不行 什么性格也不合适 什么 就是其他一切 什么什么都不合适 这没办法说 当拎出来 一个女生喜欢那个 就是你说那个帅哥嘛 那个帅哥不喜欢他的话 那就那就肯定没必要在一起了呀 如果他那个帅哥也喜欢他 他就会为了他们去改 这样我想到了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这个男的就是喜欢这个女的长得美 嗯 那个男的就喜欢这个女 那个女的喜欢这个男的长得帅 嗯 其他什么性格什么什么都不合适 但是就喜欢对方长得好看 对啊 那就喜欢 那你说这样还还要在一块吗 那喜欢两个人说吗 相互喜欢 为什么不要在一块 不是那就性格什么都不合适啊 生活也不合适 那不合适 那既然他那择偶标准就是长得好看 他就不能换一个长得好看 形式更合适的吗 那你都说了是前提是双方相互喜欢 是喜欢啊 像我说的喜欢 因为他们俩长得好看 所以互相对 对 下面那个 第四个问题 应不应该同居 对应该说的是 使得是婚前同居 和一些其他方式的同居 应不应该同居 哎 跟其实跟过了热热期差不多 同居会发生 就会发现对方一些 同居真的是非常非常考验感情的一件事 真的 就像一些平时你们俩谈恋爱 设计不到的问题 同居都会 因为你们俩是无时无刻都在一起 对 除了工作的时间 对不对 一些生活上的矛盾 就会被无限的放大 对 所以去需要磨合的地方就更多 对 真的非常非常考验感情 同居真的非常考验感情 也会增加矛盾 嗯 像两个人一些什么 谁打扫家务啊 怎么样 这样的问题 可能你现在也觉得都没什么 但其实 反过来说的话 他其实是对感情的一个 对 也是很 也能增进好心 增进感情 既然一些 对 如果你真的要结婚的话 肯定是要先 住一起试试看嘛 对不对 你也更好的能 看到对方的缺点 你自己可以好好谈一谈 该改的改吧 对啊 对不对 改不了的那就没办法 对啊 而且 同居我觉得也是要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的 假如你刚刚热恋期 再热恋期的时候就开始同居 然后紧接热恋期过了 你们俩本来就要开始就是毛组已经开始出现了 结果你们俩再用同居问题就更多了 踏上矛盾的话就感觉到打击还是平塌了 对 还是看双方的感情嘛 双方感情够不够去磨合 对 不要再磨合的时候就慢慢的 对还是要先接触一段时间 真的确定可以 你们俩感情技术ok了 再去同居的事儿 而且同居真的是非常降低新鲜 新鲜度 对感情新鲜度的一件事儿 像你们俩假如原本是在谈恋爱 每天可能平均下来就见两个小时 那同居下来每天 除了睡觉时间加一起要七八个小时八九个小时 你们俩在一起 就变成了生活了吗 对 你们俩在一起可能两个月跟别人在一起 快一年了感觉都差不多了 就没新鲜感了 新鲜感就被磨为了 就从音乐鲜化变成了柴米油盐 对 就这样的话也是非常考验感情的一件事儿 然后也更容易产生毛的摩擦 这个还是看个人吧 看你个人的考虑 对 第五个问题是 我怀疑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怎么办 就是不信任对方 对 那其实也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对方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 二是你没有给对方足够的信任 对 这个就是也是相互的 但也要分情况了 有的人真的非常多疑 好处这种就非常多疑或者非常不好谱的这两种情况 嗯 像一定要还是有一些信任 对 就像你两个人就算住在一块 不可能无时不刻的不在一块吧 那可能他工作上有个交际有个应酬 那去的时候 你看你每天都在胡子上一下 对不对 有一点什么蛛丝马迹 其实可能本来没什么事情 对 但是你要往那方面想 对啊 然后就拿 那这样的话就避免不了吵架 你要对他信任 然后要他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就是要对对方都多给予一些信任 然后也要做得足够好 不要让对方太担心 假如你像真的要出去要有应酬 那可能到晚了 提前说嘛 对提前说了可能晚上回去晚一点 也要提前对对方说 对不对 就要给对方信任 他就是那种天生没有安全感的人 他肯定不想怀疑你 但是对方忍不住 你看你就可以给他发个小视频 拍个照片什么的 那几次下来他可能也就不多想 对不对 他给你发了小视频 发了短信了 然后你就他就给你安全感 你就应该给予他信任 对啊 这样的信任就建立一段时间 就不会再怀疑 谁也不可能怀疑一辈子嘛 对不对 如果他一直都很好 什么方面做的都很好 谁也不可能一直怀疑 对吧 第六个问题 最后一个啊 这个手机密码要不要 公开 我觉得 争议很大 对吧 都在一起了 肯定手机密码也会告诉对方 那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啊 不想告诉其实也无何后悔啊 这是我个人的意思 就算两个人在一块也没有必要 完完全全都谈 就告诉密码 就不是意思就是说 就是检查手机 对吧 不是啊 这个不是我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 检台词就是你可以随时发高我的手机 对吧 对吧 我觉得这也是也算是就是相互信任的 我没有什么事情瞒着你 然后我就可以告诉你 是啊 但是有一些有一些不一定 正非得是感情问题上的玩着啊 那可能一些其他方面呢 我跟我朋友之间的事情 我家人之间的事情 我不想告诉 我不想告诉你 我也不想让你看见 但你们两个人一起过日子的话 我觉得这种事情要坦诚啊 就你可以 我觉得你可以试着去去告诉 是可以 但是有一些事我就是不想说啊 就假如我跟我的朋友一些矛盾 可能就是 没什么 假如我跟我的朋友 我们两个我有一个朋友 你也认识是我们的共同的朋友 我算是 但是他还是我的朋友 假如我跟他发生了一些矛盾 对不对 我知道可以解决 但我不想告诉你啊 假如想跟你说了之后 你可能以后 就因为这件事 可能会存 对他存在一些偏见啊 之类的 这不很正常啊 我觉得正常的 两个 两个人在一起 就变成最亲密的人 把这些东西都可以分享的 是最亲密 那最亲密的人之间 也可以保留一些隐私啊 就不设 对啊 不涉及到感情 就是问题的 也可以保留一些隐私 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立马一定要公开 也对 对吧 也对 也是看着相处 但还是比较少的 大部分都应该是公开的 其实 对不对 也是看你做到了什么程度 如果对方真的非常非常信任 真的非常 你们俩彼此都非常信任 就即使说了 也不会碰对方的手机 对 那种就是不信任 就即使他没告诉你密码 你也得想方设法的 必须会是密码 对 去给他挖你的出来 对不对 这还是个相互的 还是个信任问题 其实还是比较 因人而异 不太好说 就这六个问题了吧 对 没有 对吧 然后我们两个中间 也有不同的意见 对 然后大家再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下面 回复 我们俩会交一些回复 然后刚刚我们说的这些问题 你们有不同的看法 对 也可以一起讨论 对 那今天就到这了 我们都感觉好严肃啊 这一期话题 行了 拜拜吧 拜拜 拜拜 Y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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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Yuki 拜拜 拜拜 Y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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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ki